我是謝飛 我的工作是拍照、拍片、寫文和管理一間公司 家裡有一家五口 很多時候都要載家人去玩 載同時去工作 所以我也是一個有十多年開車和買車經驗的老司機 今天終於有機會試到這部新款90系NOA 我看到其他頻道已經將這部車 從頭到尾很詳細地試用過 今天就以我謝飛這個身份 以攝影愛好者和老司機這個角度 看看這部NOA適合我們這些多重身份的用家 近年豐田的設計都是走大膽前衛的路線 每次出身車它的車頭鬼面罩都成為焦點 今代NOA也不例外 鬼面罩的面積比上一代更加大 電導式面更加霸氣 不過不知為何 但覺得和新款的High Ace有點像 不過大家再看看它的車尾 它的尾燈改為雙翼型設計 整部Mini outfit 再加上這個藏在尾翼的高置煞車燈 是否覺得它後面比前面更漂亮呢 新車的車身顏色選擇不是很多 不過黑色的車身就有分 圓、黑色、閃光黑和微力黑 大家又知不知道有甚麼分別呢 在尾門好像沒甚麼特別感 又不能打開窗戶 又不能兩折開門 但原來設計也有些特別 打開之後再按一下 就可以固定開門的角度 不用怕撞到後面的腹 我近年有試過很多次 在商場的停車場裏面 突然發現有個BB車漏了 那個BB車其實都是名牌美的 為何這麼大浪費不要呢 後來有一次看到有七人車司機 又落下了BB車 要我提醒它 它才記得落車撿回來 我發現原來真的是放野習慣的問題 因為我們要退出一點車 才可以打開尾門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先放好BB車 在車門旁邊 我們退開了車 打算回頭拿回BB車上去 誰知就直接開走了 留下BB車 幸好我自己也沒試過 所以如果尾門可以開小一點 也有機會不用退車就放到東西 這樣就穩陣很多 咦 有些車後排是接收在底 這間Noir為何掛上去 我以前開開中型NPV 很多時都是用一些向上側掛式的設計 好處就是不用霸佔車底空間的位置 所以車尾下面通常都會有一個格子 讓你擠一下東西 但不好處通常就是上面掛了兩張椅 就會令到上面的空間會較窄 好在Noir現在收椅和開椅都可以一隻手搞定 過程都算是輕鬆 而又不怕夾到手 而且後排收起來都非常省位 可以留多些位置給你放東西 比起電尾門來說 電燙門就更重要得多 雖然經常要教新同事 不要那麼大力開門 但我們用慣了電燙門 其實就回不了頭了 不過要提醒大家 七座豪華板才有雙電燙門 而八座優越板只有左邊電燙門 而且八座板的其他設備都只差一點 你覺得一部MPV最重要是甚麼呢 操控還是馬力呢 你買得了MPV的話 就不要幻想那麼多東西了 你要馬力、操控 你正正經經買一部86 Super 三十多萬買到一部車 裝到那麼多人、那麼多東西 你怎麽計都是抵到爛的 這些車通常高度都很夠 你最多是嫌距不夠闊 新款Noir的軸距和舊款一樣 都是2850mm 不過高度和闊度就增加了少許 新車這條C柱結構改良了 整條柱現在直筆掉 令到內裝的闊度就增加了75mm 令到中後排感覺上就闊落了 中排座位就算有個手枕頂住 中間條通道的闊度都算合理 走去後排都算是輕鬆 後排坐三個人都不是太擠 可能這兩張椅要做得Slim 可以接得到是小 所以座墊都頗薄 尤其是坐中間的位置都頗硬 不過如果你不是經常坐滿人 其實都可以 尤其它的高度和闊度都頗理想 還有一個獨立出風位 兩邊都有 還有很多杯架給你放東西 感覺都不錯 後排座位做得Slim一點 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中排可以移到很後 變成超級闊落的豪華位 因為這輛車的後排 掛起來夠Slim 我們才可以移到這麼後 不會被後排頂住 所以這個設計 除了改善了載貨空間之外 我們載人其實都可以很舒服 但這輛車沒有天窗 拍攝好像有點暗 先打開燈 其實都不是很光 我自己對天窗、天望這些東西 不是太執著 有又可以 但如果座位可以做得淺色一點 那就好一點了 即使加上選擇的皮座 理論上都應該是深色的 很大機會 如果淺色一點 看上去就沒有那麼局促 我自己覺得餐桌在前面的椅沫方便些 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我們都多了時間在車內吃東西 沒有電尾門、沒有天窗 其實不要緊 我比較想要一張高一點的餐桌 我們吃飯都方便些 如果後排都有餐桌 就更加之好 幸好新諾華的其他儲物間隔 都非常實用 裝水瓶、裝電話、裝雜物的空間 都非常多 就算現在放多些消毒酒精 防疫用品都不怕沒有位置 而且還有我最喜歡的掛勾 買完糖水、飯盒等 都可以勾住不怕倒捨 日本第一男公關的羅蘭說過 女生在結婚前 一定要看清楚她男朋友人品好不好 那怎樣看呢 特意在她的車上倒捨食物 如果她這樣也能忍得到 就即是解得過了 老實說我自己都未必每次忍得到 我兒子在車上倒捨可樂 我自己也罵了她一頓 因為倒捨真的可大可小 所以我覺得這輛車有這麼多杯架 給你裝好飲品 真是一個非常好的設計 減少很多無謂的爭執 機頭有個10吋的螢幕 夠大 還支援Apple CarPlay 不過我自己用開Android 這個CarPlay就留給下手車主用 看完房子便是時候試車了 今天我們找了著名著名師 Patrick Zhang和大家一起試車的Patrick 你好 聖飛 你好 你好 你平時車會放些甚麼在這裏 我都多器材 大背囊一定有 可能兩至三隻腳 路軌也有 所以都多東西 好像都很多工具 是啊 我們去看看 好 試車 好 試車 好 試一下它 空間就很好 唐軚就很容易轉到 很輕的 很輕的 電軚 我想我第一、二輛車都是Toyota 我很喜歡Toyota 一件事就是它在車內做的格數很多 是有些位置你沒有想過它會有得 整了一格這樣擺放 它都整了 它都善用了車籠的位置 每一吋空間都是密盡其用 我看到上次去拍銀河很厲害 有顆東西在中間那顆是甚麼 很光亮 金星來的 金星 金星來的 這麼誇張光度 那個位置在哪兒來的 那個石澳 我拍攝開縮時 即是Time Lapse 我應該是比其他攝影師更多一點 兩部機就一定的了 有時是三部 如果要帶路軌的就多了 現在你覺得自己的車夠不夠用嗎 其實可以載到七個人就最好 其實我有兩張椅 平時如果不載人 我都收起它 都可以變成大空間一點 旁邊這兩個窗其實很重要 因為很多時候這裏是慢點來的 這裏有一個鏡可以讓你看一下 跟路坡有多少位 這個有用 這個設計不錯 如果你說原裝不用改任何東西 這車已經很夠用了 所有東西都很實用 滿意 一流 是 開得NPV 其實那些操控馬力 都會看得開一點 但老實說 這類中型的NPV 真的一代比一代進步 以這輛新的Nova為例 它的懸掛一點都不硬 其實路面過濾都很好很舒服 轉彎的時候真的不狠 那個Body Roll 更少於很多我試過的SUV 有些朋友又駕駛NPV 又對操控有少少要求 所以它的避震是改硬了些 但是我駕駛過這輛車 和這輛無論是過彎的傾側 又或者是車架對扭軚的反應 真的不是差太遠 但這輛是原裝車 而且避震是舒服的 看回廠方的資料 它說這輛車用了新的TNGA MPV 專屬底盤 這個底盤有甚麼特性呢 都是重量輕 剛性高 重心低 之前也試過很多用TNGA底盤 Toyota的車 例如Canry 和M4 對這輛車架的印象都不錯 尤其試Canry的時候 這些日本車 駕出歐洲車的Wide Quality 真的有點神奇 令我很驚訝 車架好 操控自然好 車品好 人品是否都自然好呢 都是的 但在路面來說 你真的不可期望 每一輛車的車品很有要求 所以我很重視車本身的安全性能 看回資料 這輛車配備了Toyota Safety Sense 第三代的主動安全系統 裏面有預警式防護系統 再加上自動煞車輔助 即是說前面有一個雷達 再加上鏡頭 不停檢測路面有甚麼障礙物 有甚麼車人 遇到突發情況 它會主動發出聲響 又有一個警告 在這裏出現 提示你又要作出注意 必要時還會作出駕駛輔助 另外有一件事 我覺得都可以提提 就是它有一個叫做 有一個線道追蹤輔助系統 另外還有一個線道偏離的警示系統 即是說它會提醒你 在這條線上走 如果你不小心開車 走一走的話 它就會有一點扭 還有聲音提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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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注意駕駛 保持在這條線上 它必要時甚至幫你扭一扭抬 譬如我們拍照拍到好夜 拍到通頂 翌日就駕駛車回去 我真的試過 集中力不夠 那時候 幸好我的左手突然間 自己反射式扭一扭抬 才是沒有事發生 但如果有這些安全系統 幫幫忙的話 我覺得自己駕駛這類車 就會放心很多 大家對這代90系的Noah有什麼意見 又或者開MPV有什麼趣事發生過 都歡迎大家留言和我們一起聊聊 想第一時間看到我們的新片 記得訂閱DC FeverHK的YouTube Channel 再按旁邊的小鐘 我們下次見